大家早安 这些国际聚焦在俄乌战争之后 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是导致了很多国家 现在是计划要去美元化 转向是以人民币来结算 那么根据路透的最新报道 现在去美元化的国家又再加一个国家 因为巴基斯坦他们是宣布以人民币来支付 首批折扣价格的俄罗斯原油 那么其实这也代表原本巴基斯坦 以美元为主的外贸支付政策是有所改变 根据路透分析巴基斯坦他们购买鹅油 这也意味俄罗斯的石油增加了一个新的出口管道 同时折扣鹅油也为巴基斯坦他们困难的财务情况 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 那么在战事上总是被外媒称为是 俄罗斯总统普丁小弟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他在13号的时候对外表示 有关俄罗斯的战术核武 数天之内就会在白俄的领土完成了部署 而且如果有需要 白俄也会有相关的设施 可以来部署远程的飞弹 不过他也强调 这个部署核武的要求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并不是俄罗斯的强迫 他不希望任何人和白俄来开战 一起来听 普丁是在今年3月的时候宣布同意在白俄部署战术的核武 并且他表示美国多年来数十年来也在很多的欧洲国家部署这一类的武器 那么这也将是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第一次在境外部署核弹头 因此受到了欧美西方大陆的高度关注 那么面对俄罗斯的威胁 其实美国近来也是首次的同时在欧洲还有印太两个区域 同时间是展开一个最大规模的军演行动 不仅可以看到是12号到23号在德国协同北约举行 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军演练 而在台海周边也是有两个航母打击群 同时和日本法国加拿大的海军舰艇来进行一个联合的演习 那么先看到在德国举行的空中捍卫者23 一共是有来自25国更正 这个是25国的250架的战机 1万多名的士兵来参加 那么这不仅是北约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空军演习 同时也是参与国最多最多的一次 美国至少是出动了100架的战机 那么其实对于美方现在是大打两个区域战 白宫印太事务的协调官坎贝尔 他其实去年2月底 他出席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他就提到过 他说尽管欧洲有乌克兰的危机 但是美国还是会保持对印太地区的高度关注 那么专家就认为面对复杂的地域情势 美国现在这个举动 他们开始演练 同时打两场的大型的区域战争 而且是在台海周边 就已经很明显地看到他们已经在为这个军事行动来做准备 而在台海周边 美国航空母舰 尼米兹号 还有雷根号的打击群 9号起和日发加拿大的军舰 是在菲律宾海进行一个联合的演习 一共是汇集四国的海军 一共是有一万两千多名的水兵 那么其实主要就是要展现美军他们和盟友的作战能力 是可以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水域 那么在四国的联合军演多天之后 似乎这个军演行动也引发了解放军的不满 浙江在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 是表示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 在临近台湾北部的东海海域实施一个实弹演习 大连的海事局也是发布了警告 也是同一天呢是在北部实弹演习 广东的海事局也是发布航行警告 表示呢昨天到30号会在北部湾实弹演习 进行一个训练 那么解放军呢可以看到一次多处的演习 当然呢现在被外界认为就是在回应 美军他们频繁的一个军事动作 那么其实美中的关系上美方近期呢 是频频的表态希望是可以和大陆来沟通 那么即便美国已经证实大陆在古巴 确实是有监听美国 但是呢白宫依然呢是坚持要派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他来访问北京 那么其实这个态度也和今年2月 当时大陆侦察气球飞到了美国领空之后 美方的态度可是大不相同 因为呢这是美国总统拜登 他认为双方现在迫切的需要军事上的一个对话 然而对于布林肯他的访华心呢 北京政府依旧是不读不回 不过呢就在美国希望推动美中沟通之际 美国的商务部又再一次的寄出新的一个制裁名单 他们打算将43个中国的企业实体列进出口管制的名单 那美国这番操作呢也让大陆外交部是痛批 美国是无理打压中国的企业 现在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 一起来看 美方为了维护自身军事科技霸权 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肆意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世界贸易规则 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上述举措 要求美方立即纠正 以社军人权等幌子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的错误做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